来关注中国最知名人物的动向 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这一次是回到了他的福地 回到了他发迹之地福建 那么在福建 我们根据中国官媒央视新闻联播 在10月16日晚上的新闻发现 官媒的新闻联播用十多分钟的时长 来介绍了习近平这几天在福建的行程 那么福建是习近平的这个发迹之地 那习近平这一次回到了福建考察时 那他去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那么有小道消息说 其实在10月14号 当天习近平的一行人就出现在了福建的厦门 但是当天又是习近平在上午呢 是最后送吴邦国议程 那吴邦国送完了之后 那么按照逻辑推演 习近平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福建的厦门 那么习近平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那么根据央视新闻联播的一些这个视频 那习近平在福建省委书记 周祖义和省长赵龙的陪同之下 先后去了这么几个地方 张州厦门等地深入到乡村红色教育基地 文物保护单位 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考察 等地考察 那他首先去的是张州市的东山县 第二个呢 那么在张州市的东山县 他还去了一个渔厂 看了海鲜干货和这个鱼货产品的交易的状况 那么说这个不得知不少海产品购销了望 村民收入不断增加 习近平很高兴 他们习近平在现场就说了 你们村我23年前来过至今啊 记忆深刻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啊 这23年前那是2021 2022年 2001和2002年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习近平说啊看到这个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非常欣慰啊 也非常的感慨 那么在去完了东山县的这样的一个渔村之后啊 习近平下一站是去了一个叫做古文昌纪念馆 那么在古文昌纪念馆 习近平了解了这个古文昌同志的感人事迹 听取当地的红色基因的一个介绍情况 那么习近平在这里啊 还谈到了做官该怎么做 他说啊 要学习古文昌同志 不仅要高山仰旨 还要见贤私奇 像他那样做人为正 这个呢 也是习近平的一个 在古文昌纪念馆给出的一些讲话和最高指示 下一站习近平去了这个官地文化产业园 在官地文化产业园之后呢 习近平又去了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 那么最后一站习近平是在厦门听取福建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报告 那么在这一整套行程中啊 那么其实这个央视的这一个十分钟的视频呢 只是录了这个习近平的现场的一句原声 就是说听到你们过得很好 我都很高兴 23年前我来过这里 那么一般啊 这个追踪习近平的公开履历 在结合啊 这个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南海的密文 或者中南海的说法 是习近平是在1997年就被这个秘密指定 那么在2002年2002年前后啊 是被这个正式列为所谓的储君 或者是列为一个接班人的这样的一个序列之中 所以那习近平在被列为接班人的那一年 到过这样的一个东山县的地方 让我自己呢 是感到比较好奇 如今习近平在23年之后 再一次回到这个东山县 有何寓意呢 那么更多的这个国际媒体啊 是关注到习近平在这个时间点去福建的 可能和这个东部战区进行的一个围台军演相关 那么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啊 他们更多的关注的是 习近平这一次福建行 到了和台湾这么近的一个沿海省份 那是不是和他亲自督战相关 那么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 东山县这个地方是面向台湾的一个岛屿线 那过去一直是解放军演习的常规基地 那么根据南华早报观察到的中国央媒的说法 那习近平表面上是视察了乡村振兴的工作 传统党的革命传统 传承党的革命传统 以及保护文化遗产的情况 但是呢 他的这个在军队中的动向 更为国际媒体所关注 有人梳理了 习近平的国内考察通常会包括视察当地的解放军单位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习近平是否在这一趟的福建行中 有视察当地的军事基地 或者是视察当地的部队 而解放军在10月14日晚上结束了 就会期13个小时多的围绕台湾的演习 这个联合立舰2024B 那么在同样的时间点 其实习近平本人也在福建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 他是否是在一个军情指挥室 或者是在一个总参谋部 某个总参谋部的室内 观察着众多的监视屏幕 看着正在实时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呢 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一点 不过更多的人关注到了习近平去这个东山县的意义 那么根据历史上的公开的说法 这个东山岛在1953年成为台海两岸的重要战场 那么当时国民党试图夺回解放军控制的岛屿 但未能成功 而在东山岛是打完了国共的最后一战 那是不是这一次习近平去了东山县 看了这个渔场 看了和渔民亲切交流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选择这个地址的意味 就是说在这里打完最后一场恶战 之后就无战了 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味 或者是说他只是在23年前到过这里 秋高气闯 他只是故地重游 心情大好 并没有更多值得引申的生意 不然和渔先生怎么看 我看不出来他去这些乡村对现在的他推行什么政策 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不了解最近关于这个农村 还是渔业方面有什么新的政策 我还是比较偏向于相信他跟中美关系 跟现在的台湾关系 可能还是有一些关联 昨天前天这几天的动作就是一个是中国进行了 这样一个封锁台湾的港口的这么一个军事演习 一个就是昨天习近平好像是跟美中什么什么委员会 讲了一个什么制和词 在这个制和词里面非常明显的透露出一个信息 就是未来谁当美国的总统 我们都会愿意跟你合作 愿意跟你配合 而不是把出一个挑战的姿态 这个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因为不仅是美国是世界老大 美国也是维护了世界上的整个的和平体系 精英体系 中国作为第二经济体 如果不把出一个配合的一个友好的姿态 那么这个世界就非常大的麻烦 老大和老二闹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但是另一方面呢 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支持这些年也非常明显的增加 台湾的独立的意识 或者是拒绝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统一的意识 也越来越浓厚也明显 那如此的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要么就是成善于流 让你们美国就跟台湾这么关系友好下去 让台湾就越来越脱离中国大陆成为一个独立之地 要么就是另外一个做法 很显然以中国大陆现在的实力也好 它的政治关系也好 现在是国际的一个一般性的追求也好 那么中共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事实 那么它呢 要增加对台湾的威慑的力量 从来牵制美国关系的提升 牵制台湾世界的台独意识的提升 所以如果我没有任何证据 如果这个军事演习 它作为这个前什么总指挥吧 它来看一看甚至实力去了解 这个海军的操练的这个情况 这种可能性其实是蛮大的 相比之下是大的 所以把一个并不重要的跟老百姓啊 或者什么地方的实在啊 连接在一起 其实是传递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带有一种柔性的特征 因为它不是直接说 习近平就是参加了解放军怎么怎么样 那个太硬了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参加不通不仰的这种 民间的这种视察透露出来呢 它其实就是在前线 福建一般来讲呢 认为是前线嘛 所以是会传递这个 用这样一种方式来 来减弱那种硬的传递信息的方式的硬度 但是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呢 传递出要传递出的这种 强硬的这个姿态 这两方面看你怎么去理解 否则的话 我很难相信 它这个什么愚民啊 这种东西啊 它真的要是作为旅游累了 那跟愚民见见面也是可能的 也看不出来啊 现在就能见这些东西 它它它它它它 它真正的动质 政治动机在什么地方不清楚 那能够理解的就是跟台湾的关系 好 感谢和平先生的补充啊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几个 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话题 只空呢 做出了一个回应 他认为啊 这个是中共进行的报复 进行的抢钱的行为 那么 这些内容呢 都收录在华尔街联报之中 所以不容错过 那么到明天啊 我们的这个华尔街论坛 再和大家见面了 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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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